大家好 我有好多猪蝴蝶兰 现在花已经开得差不多了 都快掉光了 那么现在是时候给它们剪花梗了 剪完花梗后呢 我根据情况再给它们看看 是不是需要抹催崖剂 再给它们抹抹催崖剂 看看能不能长出新的小苗出来 因为我这里是夏天 那夏天是非常适合抹催崖剂的季节 那抹催崖剂呢 最好是在温度非常高的时候来抹 比如说30度左右 那么它长出来的新的芽 可能就是叶芽而不是花芽 那么很有可能就会长出一个新的小苗出来 那么现在呢 我就要给它们剪花梗 这是我的一颗蝴蝶兰 你看它这是只有一个花梗 那它开到现在呢 只有最头部有一朵花了 那个头部呢还是绿的 这个地方还是绿的 那有很多人呢 他们从来不剪花梗 只是让它自然的枯萎掉 如果枯萎掉的话 那就在花梗黄了以后再剪 他们是认为 有花看总比没有花看强 因为这种情况下 有可能这个点还会继续生长 再开出新的花朵的 那这种情况呢 它开出的花有可能就是一两朵 两三朵 那我认为呢 这种花形不是特别的好看 所以呢 我不喜欢保留这样的花梗 我喜欢给它剪掉 如果这个花梗是今年新长的花梗 那么我就给它剪到这个第一个节点的上方 就是它开的第一朵花的下方的第一个节点的上面来剪 那这个节点就非常有可能长一个次花梗 明年再长一个次花梗 那如果这个花梗是去年的老花梗了 那我就不想再留着它的 因为这个花梗已经开了两年了 还是给它剪掉的好 明年还有机会再长出新的花梗 那现在我就给它剪掉 比如说这里 这是它一个次花梗 这个地方已经开过花了 我也不想留着它了 这个地方是它这个花梗的第一朵花开的位置 这个地方不会再长出新的花梗 因为这个节点已经被这个花质占了 那这个节点是它有效的活着的第一个节点 那在这个节点上方的一两厘米处剪掉 那剪之前呢一定要记得给剪刀用酒精消毒 剪完多以后才能使用 就在这个地方间 那么我就在这里给它抹一抹催压剂 那一定要找这个节点是非常健康的节点 是谷的是绿的 如果这个外皮已经干瘪掉了 那么这个节点就是不好的节点 可以不用留着 那抹催压剂呢最好每隔一个礼拜再抹一次 这样持续给它保湿 比如说这株 这株呢 你们看如果花开败了以后 等个一两个星期 你就能明显的看到花枝是否枯黄 如果枯黄到底的话 那么这株 这个花枝就没有必要保留了 枯黄的花枝不会再长次花梗了 可以从它的底部属第一个节点的上方 一两厘米处给它剪掉 就像这里又从这儿剪掉 千万不要剪到叶子 那这个花梗呢是去年的老花梗 在它的上面又开出了次花梗 今年呢它就全部枯黄掉了 这边还有个花梗 现在还是绿的 这是今年新长出来的花梗 这个花梗上呢 有四个花枝 一二三四 可以看得出这个花枝 头部已经开始发黑了 已经黄到这儿了 这个底下还是绿的 这朵花几乎要开败了 那么这个是今年新长的花梗 我不会把它全部剪掉 因为明年它有可能还会在 这个节点上再次开花 所以我剪的时候呢 就是在它开过的这个 刺花梗的下方 第一朵花的下方 这个块剪 那有可能呢 它明年在这个节点处 再长出新的刺花梗 这回呢我就在这儿剪 也是在节点上方 一两厘米处剪 我想在这个地方抹一下 催芽剂 看看能不能长出新的小芽出来 把外面的这层膜给它去掉 我能发现这里面有个芽垫 就在这上面给它抹一下 那抹完以后呢 一般情况下两三周 你就能看出效果了 这个地方就会有明显的凸起 有可能会长出一个新的花芽 也有可能会长出新的小苗 好 还有可能呢 这个花杆还会接着枯黄 枯黄到底 那如果枯黄的话 就从底部再剪掉就可以了 好 这一颗就处理好了 这一颗呢 这个花梗是去年的老花梗 已经开花开了两年了 那现在呢 这个花梗开始枯黄了 这肯定不会再长新的花梗了 这个是它开的第一朵花 下面的第一个节点 那这个节点呢 也已经枯黄了 我肯定不能留了 那有可能这个节点还是好的 也有可能这个杆子就一直枯黄 枯黄到下面 最下面 那目前呢 我暂时就是在这个节点处的上方 给它剪掉 因为这个节点看起来还是好的 可以把这个外皮撕一下 我看一看 那这个节点还是新鲜的 给它抹上催芽剂 有可能还会继续枯黄 抹上催芽剂也没有用 现在就在这个地方 给它剪掉 那么这个花杆呢 是今年新长的 这个花还在开 先不动它 这也是去年的老花梗 今年新长出次花梗 这个地方还是绿的 那如果保留的话 有可能这个地方还会接着开花 但是我不想留着它了 因为像刚才说的 如果它再开花的话 也不会非常多 只能开一朵两朵 这样整个猪形不好看 所以呢 我就在这个地方给它剪掉 因为这个花梗还很粗 很粗壮 非常的绿 我想暂时保留这个花梗 在这个节点处 给它抹下催芽剂 这个催芽一般有效期是一年 我这个催芽剂是去年买的 抹了其他几株以后呢 还是管用的 因为抹完了一个两个礼拜以后 明显能看到这个节点会长大 下面呢 我就把这个花杆剪掉了 像这一颗呢 这个花杆已经全部开始枯黄了 所以也没有必要留着它了 就整个都给它剪掉 那花梗剪完以后呢 因为这个地方还是绿的 也是它的伤口 所以还是要抹一下肉桂粉 让这个伤口尽快干掉 尽量避免产生细菌的感染 我用的就是这个 肉桂粉 给每个新剪出来的伤口 给它抹一下肉桂粉 好 今天就分享一下 我怎么样剪花梗的 怎么样抹测剂剂的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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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